哈喽啊,今天又是我们的老朋友拯救者啊 不止一台,两台拯救者 这哥们呢,肯定是拯救者的忠诚粉丝啊 第一台R9000,第二台R7000P 三年前买的,然后坏了之后就一直没用过了 又买了一台R9000 然后现在两台都到我手里来了 R7000P是2021款的 R9000P呢,都是21款的 两台是同一年买的 是铁粉了 好的,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两台分别是什么故障吧 R9000P说是正常使用,自然损坏 估计是通病吧 这个通病应该不用我说了吧 不上电,不触发 CPU虚焊?CPU什么位置虚焊呢? 大家应该都懂 除了电源灯亮,其他地方哪里都不亮 键盘背光都不太亮的 轻车熟路直接拆开来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拆下伤力器,直接奔它的CPU去 直接奔它CPU的RTC精正测一下 精正两个脚,有一个脚已经是悬空的状态了 典型的CPU黑胶虚焊 这种没啥说的了,直接干CPU就完了 测了一下其他的几个供电,组织都还正常 像这种没修过的,自然就没有这种问题 不像昨天那个天选 直接把主板拆出来,先送去烘缸 然后再给它做BJ 现在咱们来看一下它的第二台R7000P 看一下这台是什么问题 这位老熊呢,说是不开机 出过车祸 确实啊,这个开盒的时候 感觉它的外壳有点不得劲啊 这一块都是弯的 拱起来了已经 这真是车祸现场救出来的电脑啊 上电看一下什么情况 哦,是自动出发了 电流跑到了一昂多 灯是能量 但是没有显示 看起来好像又是CPU虚焊啊 电流跑不上去 1689应该也是CPU续航的通病 哥们,你这运气绝了 这个应该跟车祸没关系吧 它上面不是说了摔完之后 还用了一段时间才出现黑屏的 这个散烈器也是弯弯的 先拿下散烈器 嗯,主板看着还行 没有开裂 大致测了一下 也没有发现有短路 但是我测了一下 几个比较容易虚焊的点 像这几个金震 都没有出现虚焊的情况 都是有阻止的 那就先不要着急干CPU 咱们先来一步一步查一下 先检查一下供电 齐全了没有 CPU这附近的供电 都已经正常产生了 内存供电35V也都有了 看一下显卡的吧 诶,显卡供电没有 找到问题了 显卡供电没有出来 这一款没有显卡供电的话 是不会跑马的 它不像其他的 这又让我想起了它的一个通病 这个位置 这个电阻 缘分妙不可言 电阻前端是5V 电阻后端呢 只有4.3V了 很明显这个电阻出了问题 这个电阻呢 是给显卡核心供电芯片供电的 是给它一个5V的供电 测下它的组织 已经有100多了 它上面的标识是2.2欧亩的 相当于一个保险电阻 后端呢也没有短路 那很明显这个电阻坏了 直接把它换掉 像这种小电阻 就没必要上风枪了 直接拿烙铁给它换 先把电阻换了 看一下情况 晚点咱们再说 这个电阻为什么会坏 现在再来检查一下 它的显卡供电 标准的5V 那么显卡的核心供电呢 0.75V也产生了 显存供电也都出来了 供电都出来了 看一下电流 自然也就跑上去了 可以跑到两安了 非常欢快的跑马 这个电流那是要量级的电流啊 不相信咱们 把商力器装上看一下 随着电流的跳动 联想logo也出来了 漂亮 这一台直接秒杀啊 这个是通病啊 跟什么车祸就没有关系了 故障原因呢 就是它这个倒霉的硬盘上了片了 这玩意儿是个导电的 然后呢 它又离这个电阻很近 很多人呢 他在拆装换硬盘的时候 不断电 这个习惯很不好 你不小心 他就碰到这个电阻 然后就导致它的5V接地短路 烧了这个保险 我碰到过好几次了 都是说自己清了个灰 或者是换硬盘之后 就不显示 或者是不识别显卡了 往往都是这个保险烧的导致 所以咱们拆装机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断电啊 这一台成功秒杀 咱们再干一下这个R9000P的CPU 干CPU就没啥拍的了 这已经修了很多了 这样连拍它的视频 起码拍的有20多个了 拆CPU 直球 然后清理焊盘 再装回去 搞定 CPU 重置好之后 也是要再测一下这个金正 组织都已经有了 CPU和金正已经勾搭上了 那咱们就可以给它上电 看一下电流情况 这个之前是不上电的 这一款呢 它是会自动上电 看一下电流 跑上去 能跑嘛 那就说明重置的非常成功 看这个电流 那都没啥问题了 跳变的很荒快 直接可以装机 成功点亮 可以正常进系统 给它烤个机来看看 之前修显卡供电的那台测试到一半 但是发现有问题啊 它电池居然不充电 还有尾部的这几个USB接口全部失灵 这是个通病了 这个USB接口失灵也是通病 电池呢 一直都是0%了 刚刚查了半天了 电量都没涨上去啊 他也说了 最开始呢 是不能充电 然后才黑屏的 还得修啊 哥们 不好搞啊 本来以为是秒杀的 但是没想到还不止一个问题啊 这主板我拆出来看了一下 它这个充电电路是已经换过的了 你看广子啊芯片啊都已经有维修痕迹 我查了一下 电路呢基本上都正常 那我也就给它换了一套充电芯片 可以充电了 现在接上电池 待机状态下有充电电流 之前不充电是它的充电广子烧了 换一个就可以了 OK再一次装机 USB控制芯片呢也都换了一个 现在不就可以充电了吗 充零充到了15% 那就让它慢慢充吧 测一下声音 外色 USB呢也都可以了 多灾多闹这个嘛 好的 那么两台电脑都已经可以修完了 这两个电脑配置都是一样的 都是5800H的处理器 加上3060的显卡 怪了 怎么买两一样配置的电脑呢 看来这哥们真的很喜欢拯救者 还都是AMD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我也很喜欢啊 不知道这位机组下次买新机 还会不会考虑拯救者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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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